前面还看范贤不顺眼的大皇子在后期竟然却成为了他最坚强的后盾 原著小说中的大皇子是一个很没有存在感的配角 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但在剧版中他终于被赐予了姓名李承如 因为母亲宁才人是东夷女奴出身 无论在血统和势力背景上大皇子都不被看好 最关键的是庆帝并不喜欢宁才人 只是在利用他来制衡手握重拳的陈萍萍而已 因为陈萍萍和宁才人原本是双向奔赴的两个人 却意外被庆帝横刀夺爱了 所以大皇子一早便远离权力中心被派去驻守边关了 第二季中大皇子受招反惊与北齐大公主成婚 却与范贤和北齐方面的车队赶在了同一天抵达京都 为了争道双方各不相让 两子因此结下 但谁也没想到二人在日后竟然越走越近 首先范贤即将与林婉成婚 而林婉自小在宫中长大 与宁才人和大皇子亲近 两家人接触多了 矛盾被慢慢化解 而且双方之间还有很深的渊源 当初范贤出示北齐 五主也前往了北齐阻止苦和出手 两人在比武期间 五主隐晦地将范贤身世透露了出来 苦和与海棠一起重组信息后 才知道范贤乃是叶青梅和庆帝的孩子 为了逼迫庆帝解决范贤的问题 好引发庆国朝堂动乱 苦和将这个消息散布了出去 大皇子的母亲宁才人 当初被庆帝破例纳入后宫为妃 曾遭到太后和皇后等人的反对 在叶青梅的力挺下 才促成了此事 宁非生下大皇子后 冲击了后宫内的势力平衡 皇后对他们母子百般刁难 甚至还生过杀心 在叶青梅的照拂下母子二人才幸免于难的 只是位分降为了财人 令财人对大皇子提起这段往事后 大皇子便坚定地站在了范贤一边 大皇子多次帮助范贤调和皇子间的争斗 后续两人还一起平息了太子 二皇子 长公主和秦家在京都发起的叛乱 范贤曾帮助大皇子 将胡族公主马索索金屋藏娇 还收了刁蛮的燕京大都督之女为徒 促成了他与大皇子的婚事 陈平平出世后 范贤及时千里回京 大皇子率领陈平平暗中训练的四千黑旗 和原本驻守于此的万语铁旗 以平乱为由 割据东夷城与庆国朝堂相抗 有力地支持了在京的范贤 庆帝死后 三皇子李承平简陋 继位为帝 但大皇子俨然成为了人生大赢家 因为他手握四千黑旗 和万语铁旗 驻守东夷城 有利于庆国的掌控之外 还将母亲和一妻两妾 一并接了过去 一家人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了一起